我等到死去活了给他 我活在可以用过 其实是拿出自己的幸福 他的幸福 以及女儿的幸福 在赌气了 观众老娘舅 心情隐蔽杂陈 这个生活 就像死成一样 很闷的 我听到现在 我就感觉你们这个家里 非常的死闷的 又一点活力都没有的 老娘舅黄飞绝 为何为男方说话 就是说这个人 你还接受不接受 你看到这个人就厌恶 我一点都不爱他 我情感上不能接受他 身体上不能接受他 没有东西能够接受他 是这样的 进去收看新老娘舅 丈夫行为不减点 把我害得好惨 家长一段不用愁 都来找我们老娘舅 观众朋友您好 您先收看的是 每晚六点半 为您播出的 新老娘舅节目 我是海燕 今天来为我们调解的 大家非常的熟悉了 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黄飞绝黄老师 黄老师好 好 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当时的徐女士 徐女士好 徐女士今天到这边来 想要干什么 徐女士和丈夫柴先生 结婚已经有17年 他们有一个14岁大的女儿 那么这对夫妻之间 究竟会有怎样的矛盾呢 我本身是想离婚的 但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 我就是说没办法 就是生活在一起 可是呢 分也分不清楚 我们已经结婚17年了 她说我什么也没有 就叫我出去 健身出户 我又没有犯错误 为什么要我健身出户呢 为何徐女士一定要和丈夫离婚呢 最后栏目组把丈夫柴先生请上了台 那么柴先生会知道妻子想离婚的原因吗 老婆说想离婚 对吗 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看到小孩面上 我想大概就过下去 我想过几十年 对吧 已经17年了 再过几十年 就凭凭一 Hour过 过接下去 对吧 她吵着闹着要离婚 也不想跟我过了 对吧 那么既然丈夫这边的态度 我是想过下去的 你是你要离婚 那么离婚总是要有理由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说说看离婚的理由 第一 他打过我两次 最少打过我两次 我已经报警 报过两次 而且验过伤 第二 他在外面嫖娼 还把病案什么都传给我 他自己有病 这个话不能乱说 什么嫖娼 你有证据 你让他说完 就是说如果不是 我们可以告诉他 你不能够乱说 对不对 动不动乱发脾气 家里的东西砸家具砸地板 我不跟他吵 我要是跟他吵 我早就没命了 家暴 在外面玩女人 脾气暴躁的 这是徐女士对丈夫的评价 那么丈夫真的是这样一个 如此不堪的男人吗 在外面作风不好 并且把病带回家传给你 什么时候的事 06年之前 08年之前都有过 能帮忙把传给我不住 我就有复刻感染了 医生说什么病 没说 就说感染了 细菌感染 医生没说细菌感染 细菌感染有很多原因 对吧 你怎么证明是他在外面 因为他自 我知道他外面玩过女人 虽说妻子徐女士 十分隐晦地说了 丈夫和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 但是栏目组认为 妻子徐女士的说法 有点武断 她的这些措辞 并不能证明 丈夫是个行为不检点的人 那么丈夫柴先生究竟是不是一个花天酒地的人呢 而妻子徐女士到底有没有切实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说法呢 她自己买玉皮啊 什么给别的女人啊 人家说给我听的 我问她 她自己也承认 买什么 买玉配 玉配 对的 别的女人生着买玉配给她 可是我17年了 她没买过任何一样礼物给我 是有那么一个人吗 我们俩本来就夫妻感情不是不好吗 我老师经常吵什么的 她很拙的嘛 对吧 那我以前也是本来就是那个嘛 有点嫩死嘛 反正就说过生日嘛 我就给她送了个玉皮 关系是没有的 就是朋友嘛 刚才你就说你跟这一个女性朋友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说 比如同事啊 朋友关系过生日 我说送了一条围巾给黄老师 人家说你为什么要送 朋友过生日啊 我不会在前面加一个前缀 因为我跟我老婆关系不好嘛 感情也不好 反正老吵架她又作 所以我这个女性朋友过生日 这个前后没有必然联系 你放在一起说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主持人非常敏锐地 抓住了你刚才的这个漏洞 这个当中话中有话 我们因为有一句 有一句感觉啊 从你刚才的话里边 我们的猜测啊 就平时我们刚才放这段重新放一遍 你和那位女士之间的关系 应该至少是 比朋友多一点 比情人少一点 这是我们的感觉 那还有一点 我再问你一句啊 你对你老公的忠诚都提出了质疑 但是有两个部分 你必须跟我们说清楚 有一个东西叫买春 还有一个东西呢 叫出轨 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你认为你的老公 哪一种嫌疑更大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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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 只有你老婆 也是第二个 也是第二个 我没有问你现在 我就问你当时的这个人 当时那个女的 应该是多个 嗯 那个女的应该多个的 多个钟的一个 但是她特别钟爱这个 所以给这个送了一个玉佩 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你是猜的吗 我是猜的 是谁告诉你 朋友 朋友 朋友怎么知道的 朋友本来也喜欢那个女的 知道吧 然后那个女的 那个她去那天就跟她 正好见面 她说 哎呀你怎么 男的打的玉佩 一个我见到不三年了 啥老板送崩 一个人家港 要四八块了一个 这个女人跟你老公之间的关系 是属于暧昧关系呢 还是属于买卖关系 应该属于买卖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 这个女人 可能从事不正当职业 我知道她经常在外面买女人 她自己也承认 她是经常在外面嫖娼 但是没有养情人 她也不舍得那个钱去养情人 我不晓得你老婆的推断 到底是不是对的 不对 不对 只是普通朋友 只是普通朋友 一块四百 没有 才六四块钱 你老婆听到的 你另外一个朋友 也喜欢这个女的 跟她转述的是四百 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说 是这个女的在另外一个男人 那两女之间会有个怎样不可告人的关系呢 不是 他只是随便随便随口说了一下 不可能 我就有点抱怨嘛 因为他跟那个 他跟他也有一点过那个关系嘛 对吧 对吧 不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撒谎 他在抢他的女人 一样的不这个意思 你在撒谎 我说什么话 你自己 是让我指出来你为什么撒谎 还是你索性就说真实的事情 真实的 好 你觉得 那个男的跟你关系好 还是跟他关系好 那肯定跟他关系好 一个跟他关系好的哥们 跑到你面前来说 我那个哥们送给别的女人一块东西 他明知道我喜欢他 他还送给 在你面前说 那他就是 想好了不再跟你老公做哥们 为了那个女人 要跟你老公一刀两断 不是 我跟你说吧 就说实话吧 我那个时候是开理发店 我是剪头发的 他是我请来的小公 那个是客户 他经常来的洗头的 女的是客户 男的是客户 那女的是我的小公 明白了 完全就还原出来了 一个是客户 那这个客户跟你老公关系 也不咋地 叫他老板 如果关系很好的话 也不可能出卖哥们 特别是跟哥们的老婆说 对吧 所以是有这么一回事 是吧 是跟这个女孩子有一些 起码异于常人的一些感情吧 没有 还是没有 对 无论妻子怎样说 丈夫柴先生还是一口咬尽 最近没有做过对不起妻子的事 据妻子许女士说 她和丈夫结婚这么多年 经济上基本是分开的 而丈夫会打她 也主要是因钱而起的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她在外面玩过女人 然后她工资也不给我 还问我要钱 我说我没钱 她就打我了 那次是怎么打你 用拳头 打得我眼睛都差点下掉 还有这个地方都是五千块 我看你现在也在抖 就是你想起来就觉得很恐怖是吗 对的 看你手紧紧地捏在一起 06年 两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口诀 会令丈夫柴先生下次读手呢 广告很短 传播正能量和揭露玩家 广告正换机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我们的调解完全免费 签署的调解协议 具有法律效率 那是什么原因动手 因为我那时候工资 给她的工资卡 给她的 我说要学开车 问她拿点钱 她一份钱不给我 那我说 我就出去下电门车开一下 她把电门车锁掉 我给我开 我扎了一下电门车 她就冲过来打我 打我我才反击的 她胡说 我从来没打过她 没有 你说没有就没有了 而且她工资卡 老早就拿回去了 我只拿过她一年 而且我从来就不知道 她工资卡密码 从来就没取过一次钱 刚开始是没给你 后来你跟我吵 我姐出面了 那个时候 还孕的时候才给我的 你是在还孕的时候 给她的吗 应该不是吧 你记得是你们结婚 多少年之后给她的 那在小孩三四岁之前 这个两三岁左右了 给她这样 她都编 房都编不过来了 我告诉你 你干嘛她说 2006年的时候给的 2006年的时候吗 2000年 2000年三小孩 然后2002年 我就为她家找小屋 你先把工资卡的时候 说明白 对对 02年 小孩子两三岁 好 就是两三岁给的 也就是 200203年给的 那么如果你说 给了她一年半 那么也就是2004年 最多2005年 你就拿回去了 而第一次的打架 不是拿回去 是公司换卡了 好换卡了 你就没有再给她了 那么在06年 也就是说 你把卡换卡之后的 一年之后 才发生了 这一次打架的事情 那么那个时候 工资卡并不在她身上 你问她拿什么钱 照片上显示 打人是发生在2006年 如果按照柴先生的说法 她早就在2006年之前 把工资卡收回了 所以说是柴先生在撒谎 据妻子徐女士说 在2010年时 丈夫又同样 因为钱的事砸了她 而自此以后 丈夫柴先生便过上了 令她感到煎熬无比的生活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之后你们两个人 就没有斗 就是殴打的这种事情 后来我就不跟她交流了 随便她怎么吵 怎么骂 怎么发脾气 只要她一发脾气 我就远离她 她要家里 我跟她扎着她 全都是地板都是洞 为何丈夫柴先生会破坏家中的家具呢 难道说她就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吗 你怎么把我刚刚会跟哪里的条 啊 这就是老子 一个人我按摩操下 一个人我没好啊 我来给她托地板 那么一样已经说好了 已经好了 那么我叫她去 给小林去浪了 小林浪过来 就落在地上下 一比起一回来就 捆动一声 我还跳 蒙一娃下 蒙子就叫人家 一说小林一样浪过来 所以一服毒 就 我们也把她扎着一样浪过来 绝对用去贴着 嗯 那个笔气跟人家修 那个贴着纸头了 这一笔气再有洞 所以我贴着了 哦 就是这个都你 对 这个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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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你这个笔子 这个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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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对对对 徐女士说 所有小贴纸的下面 都是丈夫所砸出的小洞 在家中客厅所铺的大理石上 我们也发现了破损 徐女士说 这些丈夫用盐灰钢砸的 休息嘛 去休息嘛 开玩 干嘛一来我都打一让 我上到谁家他了嘛 一来我都打出 原来娘的死亡给索费 跟母母们就送他了 走他了 那母母都送他了 回来帮我开 开 母母已经倒了嘛 妈要开玩 我就没回来 等我回来了 就这么样子 可以一个人用上来 菜刀 哦 菜刀 嗯 可以这么样子 看到家中满目疮痍的景象 我们不禁产生疑问 为何丈夫柴先生会这么做呢 难道说 在这背后 还有着什么 难以诉说的隐情吗 他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在家里 发皮去砸地板 他砸门呢 他说 因为从那次吵过以后 我不理他 我们就翻房睡觉 嗯 我不理他 他要睡到我场上 我不让他睡 嗯 所以他 他说 他就生气 知道吧 他说我去没地方出 我就 就就就要砸 什么时候 开始和他方房睡的 就后面打架了一次 后来我就不再也不 就是指10年 10年到现在4年 你们两个人 从来没睡在一起过吗 对的 也就是说 你拒绝他和你 我害怕他了 睡觉 我现在害怕他了 当中从来没有 睡在一起过吗 对的 10年到现在 你这个也属于冷暴力 我也不跟你说话 我也不搭理你 我也不跟你 这个 一个房间 我们也分房睡 嗯 那都这样了 你干嘛不离婚呢 第一 小孩 就是说 要么没爹 要么没妈 是不是 我自己从小 从小就没养娘了 我小的时候 你没养娘是老婆 对吧 如果跟姨 就跟我 对吧 因为跟 我跟她的养啊养 我一到 我帮我钞票 我哪能 我家网子 我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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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能 养着 我长了 40后来 给她能够 耗塞她用光 你其实是拿出 自己的幸福 她的幸福 以及女儿的幸福 在赌气了 我跟她说什么 她都不理我 不采我 对吧 你有跟她 道过歉 然后就是说 提出和好吗 道过歉的 她亲戚朋友过来 都说过的 对吧 她竟然过没有 过下去 对吧 好好的过下去 就算了 对吧 她说不想过来 对她好 丈夫对感情的 不忠诚 因为拿不到钱 就采取暴力等问题 让妻子徐女士 依然选择和丈夫 冷战四年 那么 她们这样的婚姻 还有没有必要 再继续呢 你其实为什么 纠结到现在 要离婚 然后又不想离婚 觉得孩子离了婚以后 不是缺爹 就是缺妈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宁可离婚 你们这个家庭 就是太纠结了 生活就像很死闷的 一个葫芦里面 根本就已经 外面的水也流不进去了 然后你们两个人 现在家里 所有看上去 一点正能量都没有 整天都在埋怨 这个夫妻过得 一点意识都没有 所以这个生活 就像死成一样 很闷的 我听到现在 我就感觉你们这个家里 非常的死闷的 又一点活力都没有的 整天纠结在这件事情上 你们也没想过 再大一点的事情 女儿的这个将来的成长 她将来的前途 你们想过没有 的确 夫妻俩如果再像现在这样 折磨对方 只会慢慢影响到 女儿的成长 随后老娘就黄飞绝 把妻子徐女士 带进了密室 她想尽最后的利益 劝服徐女士 能够给丈夫一次改过的机会 如果她的钱 交予女馆 交予你家庭来打理 对不对 合理愈有 你也不能乱来 你也不能钱不给她 合理愈有 如果她禁绝任何家暴 对不对 你愿意不愿意 和她正常的生活在一起 你知道我当中 所包含了意义的 正常的家庭生活 你是否能够接受 就是说这个人 你还接受不接受 你看到这个人就厌恶 我一点都不爱她 我情感上不能接受她 身体上不能接受她 没有东西能够接受她 是这样的 那么最后老娘就黄飞绝 能够力挽狂澜吗 在徐女士长时间的思考过后 她究竟会如何回应呢 管管很短 马上回来 情感上不能接受她 身体上不能接受她 没有东西能够接受她 是这样的 看来妻子徐女士 是铁了心要和丈夫离婚 那么回到厂上后 当丈夫得知这个信息后 又会引发怎样的冲突呢 你们俩作为丈夫和妻子 没有明确的证据 证明有出轨 但是很可能 就一辈子不应该待在一起 特别是有一些错误 一旦产生之后 她是不肯逆的 她是不肯逆的 男方在八年之前 对女方使用过一次 非常严重的家庭暴力 虽然男方不是那种 经常使用家庭暴力的人 但是有一些 特别严重的家庭暴力 会造成心灵上终身的创伤 这种创伤 不但让女性在心灵上 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恐惧感 在身体上 也会和男性的接触 产生巨翅感 我在密室里边 明确的向你 许女士提出了几点 第一 凭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平台 可以对你的法律上 现在的丈夫 柴先生形成强大的监督 让他不使用家庭暴力 而且我相信柴先生 应该在零容忍的家庭暴力上面 能够答应我们的要求 是不是 好 已经明确表达了 第二点 我也相信在经济事务上面 他应该能够融合在一种比较和谐的范围当中 应该相信如果夫妻关系正常之后 太太会合理的使用家里的收入 是不是 好 这两者表达 我以前是假设在密室里边 现在是得到了证实 但是在这个两种表达之后 女方你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 接受男方 第二个是你立刻拒绝 第三点是 你可以考虑一段时间 你选择什么 就是你选择二 就是拒绝和这个人 哪怕他在此做出承诺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又 有一个新的一个调解方案 这个调解方案就是很简单 请你们离开 本电视台 本节目之后 立刻马上启动离婚程序 立刻马上启动 因为这个离婚程序 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你们不能再这样 不伦不类的除下去 你们彼此也不用说抱歉了 好好的跟女儿说抱歉吧 接下来想想两个人 虽然分开了怎么样 能够把更好的生活带给女儿 我指的生活并不是物质生活 该拿的就拿 拿不到的也不要